歡迎收看春節特別節目 恭喜大家新春快樂 整個大盤在目前位置形成黃金交叉 但是我要跟大家談的是 未來重點還是個股表現 國際盤的走勢會影響大型股的走勢 但是對一些跌升中小型的成長股 它不會影響 重點是你怎麼樣去買股票 之前我跟大家提到過 這是大盤 這1月初的時候 大家都一直注意到什麼 外資在賣超 它在賣台積電 賣鴻海 但是我卻在注意什麼 這是OTC 外資再買中小型股 再買中小型股 再買中小型股 這是外資 內資我沒有算進去 所以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在選股票 你如果做基礎你要注意大盤 但是你要選股票 你要選擇大股東回補 外資內資買進 在低檔區 有機會往上形成波段的股票 這句話我從11月12月1月一直講 講到過年 目前在這個位置 一樣嘛 同樣的操作方式 這個地方 這是11月23日 一個頭巾底架構對不對 這是雙機井 這是雙機後 穹去再拉回 那這個地方是什麼 12月26日 是道瓊在重挫的時候 結果呢 這是選舉權 這是選舉後 這是道瓊重挫的時候 那未來呢 往上它是還有空間的 那這個地方其實籌碼相當穩定 等你看到這種頭部亮的時候 你再來緊張 那這個地方你如果賺不到錢 是因為呢 第一個你可能在放空 第二個你可能買錯股票 或者呢 你不敢買股票 那春節的時候呢 假期很多 我現在遊玩的之餘 想一想 想一想 看一看這張圖 想一想 你有沒有機會 賺到錢 那首先呢 你只要有正確的一個操作理念對不對 那我的操作理念一直沒有改變嘛 跌升 橫盤足底 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 跌多升 去年很多股票一跌 跌掉七成耶 什麼叫七成 你看大盤跌很兇 大盤其實跌不到兩成 所以大盤在這裡震盪整理的時候呢 OTC或一些跌升的股票 100塊跌到30塊 這裡如果大股東回補 那大股東回補 他一定是成長的股票嘛 加上法人買進 他就不可能再跌到20 他就有可能漲到60 很合理嘛 對100塊 落到30起到60 很合理的嘛 對不對 甚至於像智翼 他漲幅超過一倍 他都創新高了 有沒有機會 你趁春節期間呢 想一想 那另外我要跟大家談到的是 全世界呢 錢太多 錢太多有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直接要找出路嘛 那這些出路在哪裡 我說資金的流向 這個很重要喔 資金的流向 決定股市的隆枯 我們先講這個 台股為什麼沒有在持續破底 因為資金都還留在台灣嘛 最近台幣在升值 法人賣台積電賣鴻海那些錢 他並沒有流出台灣 因為全世界的資金混濫 那錢這麼多 他要找出路嘛 所以他要找哪些主流股 成長的主流股 他會去做一個買進 所以資金流向決定什麼 股市的隆枯 也決定主流股的方向嘛 那資金有沒有流回美國 最重要是美國有沒有升息嘛 那道琼最近在跌 看起來股市好像不好 可是另一方面 道琼在跌 林準輝他就不敢升息 那林準輝不敢升息 全世界資金寬鬆 那台股他就自己找出路 找主流股 那主流股是哪一些主流股 找一些重錯足底的股票 從去年11月到現在 這個就是我基本的一個操作理念 那這個地方操作理念對了 你就有機會賺到錢 那另外你要從哪裡 資金面沒有流出台股 那台灣目前來講你選股 就要從這裡去找嘛 基本面成長的 技術面是什麼樣 中錯足底的股票嘛 我剛才講的100塊就算30塊 那這種股票呢 大股東搶著回補 你在這個地方買 你有什麼好緊張的 包括他如果是有高配股 或者是成長的股票 大股東買外資也加碼 那這種股票 技術面在低檔還沒有漲 我講的重點還沒有漲 不要去隨便讓人家追價 不要去追價 你要做價對不對 在籌碼面穩定的 那你買進以後 你把目標叫訂好 很自然的你就是做價嘛 你不需要什麼消息面 你只要用心的去尋找 哪一些股票哪一些族群 你可以去買進的 那從去年到現在 我一直跟大家談到什麼 今年是5G的元年嘛 5G的股票一檔一檔 在輪流往上走 測用電子對不對 包括人工智慧物聯網 這個就是今年 往上成長的一個族群 那春節以後呢 龍券要注意 股東會開呢 慢慢的龍券都要強制回補了 那目前來講呢 還有一些除息的行情 那你最重要是要尋找一些 成長的股票嘛 譬如說呢 我們之前跟大家談到的 這都是11月的時候 中壘致意對不對 他是上來了 11月的時候 我們就在做教了 那目前呢 中壘掌到在這裡 這是11月對不對 他在這裡橫盤做一個整理 但是你在這裡地檔卡位 你這裡往上有沒有三層的空間 這個叫做什麼 頭肩底架構對不對 這個地方好不好買 能不能做教 那不只是中壘嘛 致意也是一樣嘛 那我另外用這張圖給大家看 相當的可惜 從去年11月到目前春節 你看股市貴買在跌對不對 之前融資這麼高 很多人融資去買 結果跌到這裡 融資一路在低檔 這是一過一那 到風關的時候 融資一樣在低檔 融券換空對不對 我們不覺得這些股票 它是往上走了 賺錢永遠是少數人 你只要買定什麼 重挫足底的成長股 很簡單的動作 你就有機會賺到錢 我們休息一下 運搭福度 豬頭送朋友 豬年好運來 春節期間參加運搭會員 讓您投資順利一整年 新春送大禮 全面五折大優惠 再加三月起算會期 全面五折大優惠 再加三月起算會期 讓您朱年賺大錢 除下專線 022-2781-0909 2781-0909 運搭頭額 運搭頭額 好看 都在家啦 即日起身裝運搭頭額 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解盤 也有機會得到 標課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 運搭頭額 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 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搭頭額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搭頭額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到現場 現階段來講 操作上不要急 你用心的去尋找 一些重挫 阻底的股票 你就有機會賺到錢 尤其在第一季 第一季要注意什麼 2月底以後 MWC登場 世界行動通訊聯盟 既然是行動的話 一定跟手機有關係 一定跟5G有關係對不對 還有一些車用電子 光學鏡頭 光學鏡頭跟手機跟汽車都有關係 2月底開始 那你要注意 這一類的一個族群 哪一些股票 它還沒有漲 它在重挫足底的 那你去買位 你就有機會賺到波段利潤 這個其實就跟我剛剛講的 像這個重挫足底的股票 這裡有個出貨量 這裡一直沉澱 這裡有進貨量 那目前在低檔區 在這個位置 到這裡就是一倍 到這裡五成 到這裡三成 因為它跌得夠深 那類似這一類股票 你去尋找 這個就是一個正確的一個 操作的一個獲利模式 不斷地重複 這就基本的一個操作理念 跌升 足底 籌碼穩定 成長的股票 這三個 這四個要面面俱到 另外往上漲了以後 獲利檔兩成 三成以上 你可以先減碼 那如果你資金比較少的 你可以出清 都沒有關係 那不管你是賣一半或出清 重點是你在低檔卡位 你就能賺到錢對不對 一檔一檔做 不要去急 春節之前可以賺到紅包 春節後同樣的操作模式 你也是一樣可以賺到 我們來看一下 之前跟大家提到了什麼 中褪 跟智裔對不對 智裔從低檔區 四十四 起十八十八 今天又漲停 接近漲停對不對 它是要往上創新高 這個叫做在軋空 因為低檔龍卷一路放空 另外中褪我剛剛講的 它從這裡漲到這裡 也是大概三五成對不對 對四十幾起到六十五成 折頭去尾 你大概也可以賺到三成 那這裡整理的過程當中 那你在反而拉遠你去看到 它從八十九塊跌到四十三塊 這樣是不是腰斬 這是一個頭肩底架構 這樣對這裡起到五成對不對 這裡整理完了亮縮了 它有沒有機會再往上走 那這個地方不是叫你去追 也不是叫你去跟任何人抬轎 我要跟你談的是一個操作觀念 你在這裡要買嘛 這個叫重挫足底的股票 然後你往上走 這要不去的時候嘛 然後往上走你就是坐轎 那坐轎以後呢 當你出現漲停 以後出現大量的時候就比較危險 就比較危險 籌碼比較亂 那時候呢 你就可以做一個出清的動作 就像制翼一樣 制翼跟中壘都是一樣 在去年十一月開始布局往上走 那接下來呢 你一樣可以呈現輪漲 像波羅威這個地方頭肩底 你可能這一段在做制翼在做中壘 沒跟上對不對 但是它這裡它整理一個月了 這個地方道瓊在重挫 它一直沒有破底 這個一定有鬼嘛 那量又出現了 能不能賺到錢 它往上漲了 對三六到五十 是不是接近五成 這個就不要追嘛 但是它結束了沒有 你看它量縮掉了嘛 這裡買對不對 你這裡可以減碼 或者你出現都沒有關係 或是跟大家談 這一類的股票 跟制翼一樣 它還沒有結束嘛 這裡是一個多頭市場 就算它漲了一倍 這裡從二十四塊漲到五十也漲一倍 可是並沒有出貨 法人籌碼還在 只是它需要怎麼樣 它需要整理 這是得逃其中 那你如果沒有跟上制翼 中壘 波羅威對不對 你一月出這裡 你不要去追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你買自身科 它一樣在這第一檔區 因為它這裡整理一個月 在這裡嘟嘟又起立 這樣是不是又三聲 又是坐轎嘛 那你看到自身科漲上去了 你也不要去追 我會一直想盡辦法 讓會員去抬轎 去坐轎對不對 這裡往上走了 接下來呢 我們冒是月底開始 它也往上走 一檔一檔在整理 那這個叫做輪漲 我要談的是基本概念 就是這樣子 你要有一個基本的操作的理念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這一段 波羅威往上走 5G光通信 5G光通信 是不是外資在追 在買 在拉抬 它是力都公布了 那你這個地方 你是不是坐轎 至身科 志身科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不是坐轎 額炎 這個地方是不是坐轎 這個往上漲 都是三成以上 再看看志藝 十一業初 這個地方是不是坐轎 中壘也是坐轎嘛 那你把握這種原則 重挫足底的股票 那類似 你說很多股票都漲上去了 但是我跟大家談 外資也在做輪漲 漲上去它會賣 但是還沒有漲的 有機會了 它也會進場布局 像這個都要不去 不是所有股票都往上走 像這個股票 它都還沒漲 還沒漲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做布局的動作 如果有機會撞到波段利潤 那又有優惠 我想你把握機會 把電話撥通 3月1號開始起算 休息一下 送大禮 全面五折大優惠 再加3月起算會期 全面五折大優惠 再加3月起算會期 讓您朱年賺大錢 出價專線 您的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裝運達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解盤 也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顧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磕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 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頭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到現場 知道很多投資人 在去年根據交易所的統計 大部分都是賠錢的 你要把原因找出來 為什麼會賠錢 明明很多股票是多頭的走勢 竹底往上走 為什麼你都沒有買 還是因為它都往上走了 然後你看到報紙的利多 然後你去追漲 你去追高嘛 掉下來不賣 或者你不會賣 所以賠錢對不對 那如果這樣是錯誤的 那你晃過頭來 現在很多股票它跌很深 我們把它轉過來 你跌很深 你這裡去買 你是不是可以把去年套牢賠的錢 賺回來 那明年有沒有機會 春節後有沒有機會 春節後 MWC世界行動通訊大會要開始了 那有一些在低檔主體的股票 它慢慢它會公布利多 那每一檔股票它就輪流漲 不會一下子所有股票都在漲 就跟我剛剛跟大家談的 波羅威先漲 漲完了你錯過了這一檔 1月初你可以買到自勝科 一樣漲三成 那你又再錯過這一檔 文貌它是又來了 這個叫輪漲 那除了這一類的股票以外 我之前跟大家談到的 汽車類股 我們再給大家看 車用電子像勝利 這都是標準的 主體的股票對不對 這裡12月往上漲 到漲等以後我說你不要追 然後它進行整理對不對 12月初同樣車用電子 釋放維生漲 它同樣的都是一個 頭肩底架構的股票對不對 這是一月 它12月在整理 勝利12月漲 1月在整理 這個叫輪漲 那這些它的效果 就跟我剛剛講的 像文貌 像自勝科 類似波羅威 同樣的一樣 都是呈現一個輪漲 那你要不斷地去尋找 一些重挫足底的股票 譬如說 我們講最近這是1月份 這是1月份喔 重挫足底 這個地方在這裡買 你有什麼股票 這是文貌嘛 這也是文貌 對不對 那文貌是不是這裡往上走了 那在這個地方 我說我慧眼已經進場了 這裡是哪裡 1月初對不對 1月初是不是在這裡 那時候在哪裡 110到120中間嘛 那在這個地方 馬上連漆紅 156嘛 那這樣往上漲 有沒有三成 那我收過你第一檔卡位 往上走 你賺兩成三成以上 如果你資金部位比較少的 你就可以出清 那如果說你資金部位比較大的 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爆波段 那為什麼它可以爆波段 我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他對330四 漏到86 漏734 目前150幾支漲到這個地方 你說他還有沒有機會 那不管怎麼樣 這一段 三成先賺起來了嘛 這一段量也出來 這是多頭的架構嘛 那是不是做教 你在這裡買 他是一路漲 他連漆紅啊 連漆去七港 那時候大股東狠狠 外資呢 也在降頻 但是利空出現的時候呢 他如果是在低檔區 反過頭來他就是利多嘛 跌了74% 外資在這裡 調降平等 你要去想為什麼 然後你要去掌握他的籌碼 你就有機會 他上來對不對 賺到這一段嘛 從110 120到150幾嘛 那12月中 你不用買文帽嘛 你買波羅威 漲了4成對不對 一月初 一月初自身科也往上漲三成嘛 這個叫做輪漲 我一直跟大家談到的是 我會想盡辦法 讓會員在低檔區卡位 讓會員坐轎 絕對不跟別人抬轎 坐轎才是會會的價值 那你說像這些股票都上去了 那如果時光同來 你這裡你會跟著我坐嘛 那還有沒有類似像這種 還沒漲的股票 我說這支也是嘛 你很簡單這出貨這進貨 重挫足底成長股 籌碼成店 這什麼在買嘛 就跟當初我跟大家講什麼 這檔自身科 跌了66% 文帽跌74% 這是一個底部區 在這裡100塊敢不敢買 它是漲到是不是去三成 那你說我買進我有沒有射停損 我當然射停損 可是沒有破嘛 因為什麼 因為這裡是多頭市場 一檔一檔操作對不對 這是自身科嘛 這樣是不是三成 那剛剛文帽也是一樣嘛 是往上走 那類似這一類的股票呢 再去尋找有哪一些股票 像這種重挫足底的股票 一個出貨 一個進貨 成長的股票 這很明顯的 那些股票 大股東回補外資買進 那有機會賺到波段利潤的股票 如果又有優惠 那又是3月1號起算 這是絕對難得的機會 你把電話撥通 我希望大家呢 春節前 春節後 都能賺大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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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